靓仔 你是不是看别人打半贴裤球 或者贴裤球一打一个准 而当你一打的时候就特别头疼 怎么打都打不进 接下来我用一分钟教会你 如何训练半贴裤球的准度 首先需要测试你是属于偏薄型还是偏厚型 用球轻敲一下白球和目标球进行定点测试 台面上会留下一个白点 这样便于复位 记录十次击打目标球的结果 是偏薄了还是偏厚了 同时要记下来自己最习惯的瞄准位置 以及目标球打不进时的撞击位置 因为任何瞄准感觉都是根据习惯所积累而成的 如果你是偏厚型 那么就要在接下来的瞄准中 将瞄准点强行向右移动一点 通过几次的尝试后 熟悉这种感觉后就能非常熟练的打进了 另外一些靓仔其实在瞄准时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在出杆时由于信心不足 导致发力变虚 球杆出歪了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只需要在白球旁边先进行20次空杆训练 保证每次瞄准后 让出杆的末端都具有一点点弹性的感觉 来增加出杆时的坚决性 熟练后再拿白球进行击打 此时出杆歪的问题就大大改善了很多 最后对每个角度球都进行重复大量的定点训练 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再也不害怕贴裤球了 哎呀球进了 哎呀又进了 哎呀又进了 下课 下课